郡马现身花博园区 立刻引来民众围观 对啊 近距离看马 非常的感觉到不一样 等一下要看马术表演吗还是 要看马术表演 所以很期待 对 很期待 当然小孩兴奋之情 全都写在脸上 不只郡马吸睛 造型特殊的花五馆也很夯 虽然天气为阴 不时还会飘下毛毛细雨 民众撑着伞都要来参观 因为花博进入最后倒数 知道要结束了 所以买了预售票赶快过来看 台湾花博即将在24号闭幕 不少游客趁着最后休假日 前往参观 园区这两天人潮满满满 昨天来讲我们花博馆的人潮 总共涌入了大概两万一千人 那当然比我们预期的人潮还要多 民众看得不亦乐乎 但有人没功德心 为了强拍美照 不惜爬上木板设备 这名富人的举动被人骂翻 但花博从开展至今争议不断 近期绿营又爆出 卢秀燕的免费政策 造成花博亏损将近12亿元 卢市长没有否认花博亏钱 亏多少还在精算 但他说前朝发了300万张花博卡 代表有300万人次可以免费参观 但从卢团队上任后 台中市民等免费参观 目前也只有210万人次进入园区 并没有超过前朝规划 认为亏损跟免费政策并不相关 卢秀燕认为 整体而言花博还是提高了 台中的能见度 成功带动周边赏鸡 这个区域家景城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